金融揭秘 你們好 我看大部份我的會員 和跟蹤我兩年多的觀眾 被我縱壞了 為什麼呢? 過去幾個小時 每個人都說 為何星期四的視頻還未出 有些說 可不可以馬上分析一下 FOMC的減息有什麼影響 我每一次大部份時間 95%的時間 提早一日給下一日的視頻 有沒有說錯?沒有 今早早 紐西蘭時間 剛剛睡醒 才開始出FOMC 出現之後還要等一段時間 才等記者招待會 記者招待會 整個小時這麼長 我還要回公司 跟中央銀行 整個團隊 在中央銀行中 做出分析 是關於如何影響到紐西蘭 我不跟你們說 暫時 由他們公佈出來 如果我預先讓你們知道 可能不至於是 有可能不只有醜朋友 還要坐牢 或者罰款 Anyway 先給你們一點 中國人有一句 牛不喝水 不禁得牛头低 听过没有 英文那句 我译为 The central bank can lead a horse to water But they can't make it drink 知不知道为什么 想心一层 The central bank can lead a horse to water But they can not make it drink 低利率不一定可以提振经济 这是我非常惊人 而没有人构建在外面说的道理 但我交给这里的中央银行 他们看完之后 由上至下 你听我说一次 理论上没错 宽松的银根政策 可以抢造较容易扩张生意 提振和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意欲 但大部份有90%是属于心理上的可能性 因为很多人已经有个概念 减息了 去扩股票了 减息了 生意一定好 扩张生意了 开多几间厂 请多些人 买多些仪器 是机器了 这是你们自己想的 而真的商人会不会这样想 而消费者会不会减息了 我们立即去Louis Vuitton买几个手袋 买多几个车 买多几层楼 会不会呢 我和你说第一 先要银行 银行肯因为减息 银根松远 而借钱出去给你 会不会他又跟着减多息 第二 我不会说中文 Entrepreneur 知不知什么 Entrepreneur 那些厂业者 那些大商人 够不够吉时 去立即撲出去 去未厂业的厂业 厂业的提振工业 会不会呢 第三 消费者 尤其是家居的household的消费者 会不会立刻立即见到 有足够的信心买多些东西 如刚才我所说 如果不会的话 如何提振经济化 当以上由一至三种人正在计算中 如何平衡他们的balance sheet 家屋的balance sheet 公司的balance sheet 所有的sheet 如何去reverage and repair balance sheet 我相信他们绝对不会立刻冒险增加债务 你会不会呢 亦没有太多余的能力去做 以现在来说 当他们继续地 仍然地充满了疑惑 担心中 亦有两年有多的中美贸易关税战 到现在都是phase one 以及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协议 和欧盟和所有的地方 仍然有贸易协议还未完成 仍然要在你们的pool里 你们进口进来美国 我大了 我就要charge你的关税 还有他仍然突如其内 我要商业禁制你 我不喜欢你 我要商业禁制你 我又怕你爬我头 有这么多的特别情况 自从特朗普上一场之后 又再加上欧洲和英国脱欧 搞了三年 公投出来之后 到现在还搞到一锅脱 又再加上不断在各地发生 不要说哪里先 先说中东 伊朗搞完一轮 先搞委内瑞拉 跟着伊朗 跟着现在序利亚 跟着搞到伊拉克 又回回去 通道去抢人家的油田 到现在他都未抢到 突然间紧张到 发急到今次 我退军了 原来不是 他还说要控制人家的油田 已经出口了 大家知道为何他去搞伊朗 为何去搞委内瑞拉 为何要搞敘利亚 可惜沙地阿拉伯 可惜沙地阿拉伯突然间 在土耳其 谋杀一个自己的自己人 将其极解 极生极解 为了人权 这两个字 虚偽地说要禁制人家 终于搞到现在又是一幕谱 又再传来一个 在半年前到现在又多 说经济衰退 明年来 所以任何低息环境 我可以告诉你 都绝对不可能容易刺激到经济 No, I don't think so 若你不太明白我刚才以上所说 以美国房地产为例 美国房地产 不是香港 香港房地产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有一点跟香港不同的地方是 如果我没有查出清楚的 香港房地产市场的房贷 给那些买家 有很多是跟优惠利率 prime浮动 是浮动的 有些跟银行同业利率 也是浮动的 可以说市场的整体利率 尤其是美国的利率向下 房贷利率也有可能会向下 只要优惠利率和银行同业利率向下 香港房贷利率也会向下 但美国不同 美国房地产市场大部分 大部分 是定期定利率的 是fixed rate fixed time 是以fixed rate 和fixed time计算居多 短期的利率 初初才变动 又怎能对他们有影响 例如我在享受 你不要说太多 两厘三厘 什么都好 每个月在储蓄户里 都有收入 怎知现在越来越少 越来越缩 你猜他们会怎想 如果没有利率 就买金 越低利率就对黄金越有利 还有一个低利率的迷思 是一个反智性的迷思 但还有种感觉 我相信你们也会有 我绝对有 央行减息的背后 是什么 原因 我们香港人 尤其是有一个 劣根性 永远是想到别人的不好 才想到别人的好 因为很少是 有感恩的人 你做什么 他都想到 后面是否有些东西 会算我呢 通常香港人都是这样的 通常香港人都是这样的 我是武漫人 他们会觉得 他们会觉得 突然间减息背后的负面 经济因素 例如经济衰退来临 又例如中美贸易 谈判的失败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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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 以备必要时之用 低利率又如何刺激到经济 而且还被他嚇吓 今天给你这幅图 有图为证 历史为监 从1948年到现在 连我都未出生 71年前 中央银行经历 风风雨雨 所以美国GDP 很多次低到 2% 之下 GDP 不是利率是GDP 而曾经试过 低到4%都有 OK 全部都是负的 GDP 每次 中央银行都出来说 减息 我放松 银行 这样那样 当然是 至2008年那次才是量化款松 不是减息 OK 但是 你知不知 获获都失败 因为OK 你想说经济理论 你不能够以 demand side stimulate 去解决 supply side problem You can't solve demand side stimulate to supply side problem OK 如何翻译法呢 供求理论 即是不可以以 求方面的刺激 去解决 供方面的难题 OK 说了这么差 可不可以给个简单的 就这样一个答案 哎呀 究竟买什么买什么 这是最重要的 以我们搏击会尤其是 对不对 也即是说 中央银行的放宽银银 段段不会对黄金牛市不利 不会对黄金不利 这是negative negative OK 听清楚 不会不利 就是有利 即是说 利息越低 对黄金越有利 明白吗 OK 有没有 对黄金凍 部队 喂 这 销 我